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King Sir 鍾景輝博士 Hello King Sir 你在耶魯其實是梅里史翠埔的師兄 是呀 我高居很多班 是不是演技的級數 千萬不要這樣說 我是先叫很多班畢業 你在耶魯其實上次和你聊天的時候 你也有說過耶魯那三年 其實是影響你演戲的生命 是最重要的時間來的 是學得最多東西關於戲劇方面的知識 而且是一生受勇的東西 那你學了什麼 學的東西多了 真的很多 因為你在大學裡面 雖然我都是major都是speech and drama 但是所學關於戲劇方面的東西 在大學裡頭 都是一些很皮毛的東西 因為你還要收很多其他的科目 所以不是說真是很專業的一種訓練 所以讀完大學就覺得不夠 你覺得自己不夠用 所以就要入研究院 耶魯這個研究院 它是一個專業訓練的學院 除了這個學業上面的知識之外 它還要實習 是一個很專業的訓練 那三年 有些大學譬如你不是拿藝術碩士的話 你是不需要那麼久的 譬如你只有一年都搞定了 碩士有些是一年半 有些兩年都搞定了 但是它要三年 那這三年的確是花了多一兩年的時間下去 所以是學多了很多東西 而那些東西真的是一生受用 你最喜歡學什麼 我當年收錄演戲 第一樣最慘的就是要追劇本 要追劇本 因為你進去研究院 你一定要由古希臘的劇本 一直到現在的劇本 你都要追 都要認識 主要的劇本你一定要看過 主要的劇本你一定要知道 那就是要刨劇本 只是其中一科 你每一個星期都要看起碼三個長篇劇 三個長篇劇 一個星期 很辛苦 那你就真的很不空 尤其是譬如有很多劇本 有些沙斯比亞的劇本 人家可能在中學都看過 不要說大學 中學人家可能都看過 但是你自己沒有看過 那就要追 要追 其他有很多劇本 你又沒法知道別人這麼熟 或者可能有些你都沒有接觸過 那又要追 所以是很辛苦 還有先生的考試也很特別的 你猜他怎麼考慮你 你猜他怎麼考慮你 出了一個劇本給你 給你三十個角色的名字 你跟我組織了那些三國戀愛 抽了那些三國戀愛的人出來 你沒看過 你沒什麼知識的 是 喬太秀 亂點 是呀 不行的 這個是其中之一 還有呢 就是 隨便給你一句台詞 一句 問你這句台詞 是誰劇本的落幕的時候的台詞 其實看過都不記得了 那他不會說 他不會說真是一些很閒的句 或者很什麼的句 而是那些句 你看到之後那句是很重要的 像陳百露死那時候說 哦 泰人出來了 那些 那些這樣的 那他會抽那些出來 另外呢 還有 給你幾句台詞 問你這幾句台詞 是誰說的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他是對誰說的 沒有僥倖的了 真的 那你不認識 你怎麼 你沒看過 根本沒有可能知道 是吧 當然他不會說一些很閒的句子 就是在那裡 你一定會是很深刻的印象 那些台詞 但是 你不看過就不行了 所以 追劇本這件事 就是第一年 我在第一年的時候 是一個最辛苦的一件工作 因為我自己 又中文中學出身 所以英文方面 又被人看得慢 那你又要花多些時間去查一些生字 或者其他的東西 所以第一年 是我在耶路最辛苦的一年 但是呢 在文學 戲劇文學方面的知識 真是獲益良多 你不看過真的不行 是 是 你跟別人討論 翌日上課的先生提一些劇本 提一些角色 你看過你就知道先生說什麼 如果不是先生再說出來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是吧 所以 所以這件事是非常之有用 是 但是很辛苦 這方面 另外一樣 就是 我們要做很多後台工作的 雖然我是入表演系 讀 acting 讀表演系 但是要做很多後台工作 你一個期十八個星期的時候 十八個星期 他就分開三個階段 三六十八 三個階段 在一個期裡面 這三個階段 他就調你去 六個星期做燈光 六個星期做道具 六個星期做報警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三個階段 又調你去另一方 又調你去服裝 服裝組 或者是 做做助理 助理 助理後台工作 總之 你沒有演出的時候 你就要參加這些 除非你有演出 你就可以免疫 不然你就一定要做後台工作 我曾經試過去道具組 去道具組 剛剛做那個戲 講一間鞋廠 一間賣鞋的公司 叫我去全鎮的鞋舖 搜集空鞋盒回來 一千多二千個 要拿一千多二千個 一千多二千個 逐間鞋舖去向別人拿 要走很多鞋舖 才能拿到這麼多鞋盒 走爛了很多雙鞋 我也試過 在服裝組 我試過要車裙 車衣 做那些羅馬兵 那些盔甲 什麼都試過 是很好的經驗 燈光你又要試試 自己要爬梯去掛 你做過這些工作的時候 你做一個演員 都有幫助 那幫助就是 你知道別人怎樣辛苦 知道別人辛苦 我只是知道怎樣去遷就 你不要這麼多無理的 complaint 你做演員 有時候會陷阱 有這樣那樣 所以 做過後台工作 你就會 在這方面會有很多得著 而且會體會到別人工作的困難 而且戲劇是綜合的一種藝術 很多不同的部門 不同的人幫你 大家一起去完成那個工作 那件事 你會感受別人的工作 多過去彈 去抽情 或者什麼 那種心態 所以他們說 King Sir 就算不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最多是不出聲的 就是這樣